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宣布 他的副总统搭档人选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陈建仁 蔡英文说陈建仁是国家的公共财 还说他真诚地相信 陈建仁是可以为国家加分的人选 民进党总统选举因人配正式公开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下午正式宣布 副总统搭档人选是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建仁 蔡英文说陈建仁是可以为国家加分的人选 陈副院长是这个国家的公共财 这几天有人说选择陈副院长当副总 可以让选其加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真诚地相信 他是能够让这个国家加分的人选 蔡英文也表示虽然副总统是备位元首 但选后一定会借重陈建仁的长处 陈建仁已经向中研院辞去特聘研究员兼副院长职务 目前无党籍的陈建仁也被问到是否会加入民进党 陈建仁表示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过陈建仁强调他已经跟整个菜团队合作生物科技政策很久 他很欣赏这个团队 记者张雄 陈信楼 台北报道